台东池上乡目前正举行第五届台湾曼城联盟年会 而会成第二天池上乡公所也正式与韩国李山俊缔结为姐妹室 而乡长林建宏表示 池上与李山俊拥有共同的曼城理念 期盼双方未来在农业发展文化交流以及环境保护等多项的领域当中 深入来合作并促进地方经济的成长 池上乡长林建宏与韩国李山俊的郡守崔黛球 共同签署友好城市的协议书并相互制证纪念品 象征至此刻起两座城市正式签起情仪 第五届的国际曼城联盟年会2425一年两日 在台东池上乡登场 而25日年会的一开始 便是由池上乡与同样是韩国曼城代表的李山俊 共同签署友好城市的协议 乡长林建宏表示 池上府刚获得国际曼城的认证 而这次与韩国的曼城代表李山俊共同签署友好城市 希望能够提升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 其实一个曼城的推动 其实是希望说把整个在地人文艺术跟我们的产业 如何去做一个呈现跟这样的一个推广 所以套一句话就是说 越在地越国际 如何让在地跟曼城的一个链接 然后与国际再次的接轨 我相信这是我们台湾所有的曼城小镇的一个软实力 也是值得来让推给更多的国外旅客来认识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小镇跟国外的地结友好姐妹城市 我们做一个实质的一个国民外交 那希望也可以让台湾让世界被看见 我们接下来会跟李山包含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跟产业的一个交流 那也会互定两年一次的一个互访 那甚至上我们希望未来更可以以教育也作为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向 那变成是一个我们可能是小朋友的一个我们的教学的一个互动 那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而在这次的年会当中远从马祖过来的东影乡也前来观摩取经 希望能够成为祭祠上后 成为台湾第七座被国际曼城组织认证的曼城城市 我们其实在东影在以前一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占地的身份 那现在这几年我们包括县府也好 包括我们乡里面也好 都在大力的在推动观光旅游 那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能见度各方面 我们都会来做一些努力 所以曼城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方向之一 我们希望不只让全台湾的人认识东影 我们更是希望让国际人士都可以认识东影 进而再来到东影 祠上香公所也表示 透过年会的论坛 让联盟内的成员可以彼此交流 同时也巩固了祠上香在国际曼城中的地位 未来也期许可以与更多的国际曼城的成员之间 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记者陈吉林 祠上香报导